东北渣男为了判高知 两次抛弃女友 被富家女一脚踹开后 不知廉耻求女友复合 徒磊这次真的怒了 像这样接二连三的背叛 值不值得女友再次原谅 故事的男主人龚小镇 今年23岁来自东北黑龙江 女主人龚小凤同样来自东北黑龙江 两人是大学同学在一起 已经分分合合有三年了 男生说自己知道错了 心里还是爱着女友小凤的 希望小凤再给他一个机会 两人一上台 找穿主持人就迫不及待问到两人 谈恋爱几年了 三年了 现在分手了 那你今天来干嘛呀 我想和他和好 希望他再给我一次机会 在第三年恋爱过程当中 你跟他分过几次手啊 分过两次 在主持人低问下 男子说到第一次分手的时候 是在他刚出社会实习的时候 那个时候去亲戚家打工 因为距离的关系 和女友产生了心里的距离 但是每周女友都会抽空去 看男生 可男生不懂得知足 刚开始男生每次都会去车站接女友 可慢慢的发发现不对劲了 接下来的一幕 让全场不淡定了 我感觉他就是变心了 连接我都不接我 我到宿舍的时候 他却在打游戏 后来的时候我才发现 他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女的 所以他才把我抛弃的 男生被怕了女孩 把女孩的痴情当作理所应当 还和另一个女孩在一起了 没过多久就说跟女友分手 然后去跪舔另一个 有身份有钱的富家女孩 男子还在狡辩说自己工作压力大 那个女孩能给他安全感 一个男人工作压力大 应该跟正牌女友说 怎么会跟另一个女孩暧昧不清 还要跟女友分手呢 爱或不爱不重要了 他为了事业啥是做不出来 那主持人不明白女孩 男生都这样对他了 怎么又和他和好了呢 接着男生无耻地狡辩道 我感觉那个女孩并不适合我 我还是心里边还有她的 然后没过多久 就两个月然后又回去 然后又找她了 女孩嘴里一直用抛弃这个词 难道他真的非要这个男生不可吗 这种男人值得值得吗 不得不说女孩爱得太卑微 但女孩表示 这三年的感情不是说断就断的 看来女孩是付出了真情实感 而男生则是被爱的那一个 男生第一次跟小凤分手时 女孩特别伤心 经常半夜还在一泪熄灭 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 第一次分手给女孩造成了很大影响 当男生求女孩复合的时候 家里的亲朋好友都拒绝反对和好 但任性的女孩却给男生一次机会 女孩没有想那么多 只要两人重新和好后 就一起为着未来的目标一起奋斗 两人却是一段时间回到了从前校园般 甜蜜的时光 但是好景不长 因为男生的回来 他把之前的工作辞职了 找了好久的工作都不顺心 要不被老板扑啊 要不跟同事吵架 从这一定足以看出 男生胸无大致 连一个人际关系都处理不好 此时男生之前的亲戚 又叫男子回去曾经那个工厂上班 突然他跟我说还要回去那个工厂 我当时我特别的反对 然后他对我许下了一个承诺 那个我要先立业 什么后成绩啊 然后你轻易相信我 怎么怎么样的 男生的承诺一点都不值钱 更没有半点尊严 还是小凤还相信的 但接下来再次对小凤提出了分手 小凤委屈地说出一幕幕画面 当时的他犹如晴天霹雳 小凤恨男友怎么这么绝静 也恨自己为什么这么傻 此时男生狡辩的 他爸爸就是那个客户的领导 然后正好我们那次 然后吃饭 他就对我有点好感 那就是说这女孩的父亲 实际是你的大客户了 对 为了这个大客户 签下一单能吃一年的打单 大客户有个女儿 男生见状对付加千金 就产生了想法 把付加千金搞定了 不就搞定了大客户吗 男生刚开始还想着 凭借自己的实力 可以此啊 社会上混得很好 没想到现实的藏库 打了他一个重重的耳光 接着男生继续说到 不知羞耻的一幕 那个时候我真就想过 和那个女孩好 跟那个女孩好了 嗯 那他 他我那个时候就放弃他 其实我心里边也挺痛苦的 就放没放吧你告诉我 放了但是没有完全放弃 这个放了没有完全放弃 怎么个放法 就是我心里还有他 口口声声说 心里还有小凤 却和付加千金搞在了一起 此时的赵川气坏了 发飙怒斥到男生 没有跟女友分手 就和另一个女人搞在一起 这种背叛的性质 无疑就是一个渣男行为 虽然不久后 男生再一次 跟小凤提出了分手 但对小凤的伤害 却是更加不可磨灭的痛 更让人气愤的是 男生跟付加千金 相处不久后 男生再次和付加千金分开了 再次舔着脸求女友付货 这次就来到了爱情保卫站 分手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吧 半年 你又回来找人家 那个呢 大客户的闺女呢 因为那个时候 我选择她 因为我以为 我俩走在一起 我会少分动几年 结果后来 我感觉她并不适合我 在主持人再三逼问下 付加千金 根本不是和男友分手的 而是被女方家里一脚给踹了 赵川却说 这就是报应 你这种人渣 就应该被这样针对 接下来男生暴露出 付加千金家里的态度 然后对我就 忽着来忽着去的 然后他家人也是 更看不起我 就感觉我总是 就像他家下人一样 然后我那个时候 心里边 其实一直有他的 然后又回来找他 有我 你怎么第二次又去找他了 伤我一次伤得还不够吗 还要伤我第二次 真的太爽了 他以为潘高之有这么简单吗 对于这种男人 一而再再而三地 找付加千金去铁人家 最后得到这个下场 真的最有应得 还有什么脸面 求小凤女友复合呢 可是女孩这边 被男生的甜不知识 弄得不知该如何办了 其实女孩长得挺漂亮 还那么青春可爱 身边肯定不发追求者 何必自爱一颗树上吊死呢 也许是因为每个女孩 都很珍惜初恋吧 因为女孩的初恋 是她一辈子最纯洁的爱情 但是也要看清 是什么样男人 才值得被女孩痴情呀 眼前这个男人 是没有资格的 最后赵川总结到 两人的情感纠葛 事业还是可以 凭着自己努力 然后去拼搏的 然后一回来 我就找他来了 说得好像很凄惨的样子 说为了你把事业都丢了 那是什么狗屁事业 男生不到黄河心不死 还想着女孩会原谅的 接着我们一起看看 嘉宾老师如何弩死他 首先出场的是马丁老师 《红楼梦》看过吧 有一个张杰 对一个其中的人物的形容 是这么说的 仔细中山狼 得志便猖狂 特别好 用在你的前男友身上 两肚的前男友身上 这就是一狼啊 你都与狼共舞这么多年了 你还想继续啊 马丁老师说 男子就像一匹 《红楼梦》里面的白眼狼 就他这种人 一旦他小人得志 第一件事就是把小凤给踹了 而现在是他被别人踹了 回过头来 还是小凤对他最好 这才不知廉耻地回来求复合 第一次原谅一个人 那叫情有可原 但一个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背叛 谁再原谅他就是一个傻子了 马丁老师接着说道 跟谁在一起都不能跟 两次背信弃义的人在一起 跟谁在一起都不能跟一个 因为一些其他诱惑 就轻易放弃你这么纯洁的 全心全意的爱的 这么一个狼在一起 白眼狼不懂得志恩图报 多次背信弃义 这种男人真的不值得 接着是瞿为老师犀利的点评 其为老师骂得真好真结计 女孩不要再活在过去的甜蜜当中了 应该人间清醒 勇敢地跟渣男说拜拜 勇敢地更过去说是坏 不然女孩只会一次又一次地被伤害 一个男人有了新欢忘了旧爱 被新欢抛弃后 他只有旧爱那里能挽回一点点的面子 这个男人不配支撑女孩 走完接下来的人生 女孩应该把这双别人丢掉的破鞋甩掉 重新过自己的人生 去找一双普通的合脚的运动鞋 走完这一生 这才是女孩应该做出的决定 接着是压轴出场的图雷老师点评 我刚才反复地问 你为什么老是用抛弃来形容你的遭遇 你或者可以用其他的词语 像被背叛 被别的女人介入 但其实抛弃和背叛是有区别的 背叛多多少少还有点遮遮掩掩 抛弃却是堂尔皇之 毫不留情 没有原因 一条短信 我走了 你想想看 他在当初发那条短信时的无情和潇洒 再看看他目前的这种所谓的谦卑 真是一种嘲笑 图雷老师敢说敢怒 说到两人的情感纠葛就像一幅画面 指着舞台上的两扇门 说小凤和他住在一个房间 而另一个房间住着附加千金 另一个门打开叫男生都加了去 男生二话不说 匹颠匹颠毫不留情地跑过去了 因为那个房间的女人 有可能可以让男生少奋斗两年 然后又被一脚踹了出来 没地方收留的 又回到了小凤这边门口 跪着求原谅 反反复复这样两三次 又回来求原谅 接着图雷老师说道 图雷老师揭穿了男生内心世界 男生不但不爱附加千金 也不爱小凤 他只是在心里觉得 小凤比附加千金更可靠 图雷老师这次真的怒了 打发雷霆怒批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 但是让图雷没想明白的是 女孩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原谅这个男人 接着图雷用他跟老婆聊天的经营 来诠释这一段感情 图雷老师真的苦口婆心说了这么多 希望女孩能听进去 也希望男生能够改正自己的价值观 不要再出来祸害人家姑娘了 那最后他们结局会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女孩人间清醒 没有再出来 没有原谅这个男生 每个人都是生命中让你成长的人 有的会成为过客 有的会成为挚爱 如果一个人的生活 需要出卖一些东西 来换取眼前一丝浮华的话 就算是爱情 换来的东西真的值得吗 把自己都弄丢了 那些东西还不是像泡沫一样 随之消失吗 爱情这种东西 美好的东西对于每个人都是无比珍贵的 首先是要对得起自己内心的纯洁 这样才能对得起别人 有的人以为爱情是择优路用 本来拥有了很好的恋情 却还幻想着能得到更好的 朝三暮四之后 变得一无所有 当你想要伤人的时候 先在自己身上画一道 否则的话 你会知道伤人痛 但不知道伤自己是有多痛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屏幕前的你有什么想说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